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 這個主題其實錄影的部分 我們並不是希望說 各位好像就是把這個方法當做是好像 就是一定要我要錄MOX 其實我更希望可以就是 老師可以用再來 因為會錄MOX的老師大概佔不到5% 為什麼 因為不見得每個老師都喜歡這種方式 可是呢 錄影對老師有沒有幫助 有 因為我希望可以對剩下的 不要說95% 我們至少剩下的50%有幫助 那就很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錄影的部分啊 老師除了說 你可以上課用以外 我們自己在學東西有沒有可能 有些我會忘記 有可能嗎 有些主題像老師背課一樣啊 最近可能比較常上哪些 那些就比較熟 可是也許有一段 有些主題你一段時間沒上了 老師還要回去準備一下 對不對 而且有些時候老師也會有不方便的時候啊 所以像我有時候會請以前的我出來講一下 對不對 應該的啊 因為有時候我以前比較熟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 我們目前主要會用的一般在教室的錄影 大部分用DV嘛 老師都有參加過這種課程對不對 可是沒有錯 現場這樣還看得清楚 可是請問螢幕上的看得清楚嗎 看不清楚 那我問一下老師好了 如果你參加這種演習 你覺得這主題不錯 我萬一筆記沒有做好 我還想要複習一下 你會不會特別跟學校借DV來看 因為現在幾乎大家學校都會做錄影啊 但是你怎麼可以看 沒有嘛 除非上面規定嘛 對不對 因為就算你要看其實也很難看 整個那麼長 而且DV錄下來打開有沒有很大 有喔 真的 那像我們剛好保文校區這邊 有一間教室 他就是會自動在下面這裡齁 就是像你現在下面看到這個一樣 就是老師只要負責在那間教室講 他會做兩個錄影 一個是什麼 老師螢幕的錄影 一個是就是我們現場的那個固定角度的錄影 那 而且呢 他會自動幫我們做分段 有沒有 自動幫我們做分段 但是我問一下各位老師喔 有沒有每間教室都有這種設備 沒有啊 你怎麼可能每次都在那裡 對不對 而且 他的分段 會不會照你的主題 不會啦 他比如說就是十分鐘一段或十五分鐘一段啊 可是這個對於 你真正想要看的人 你沒有參加過課程 你想要找東西好不好找 還是不好找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 像 這個啊 如果你連過來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連過去看 那個影片還在 2003年的 欸 不是2005年的 那下面這個呢 是我自己錄的 就是我就會把它分得很清楚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所以這個是可以做一個比較啦 這個比較 那我們並不是說我要做一個什麼 非常非常精緻的那一種 因為 通常MOS 會學校會有投注一些其他的資源 比如說可能我們學校老師會申請那個TA 對不對 教學助理 然後呢可能學校還會有 就是教學發展中心 會稍微協助你老師去怎麼做錄製 操作那些東西 可是一般的老師有這麼多資源嗎 沒有啊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只好自立自強 像我都一個人就搞定 但是慢慢練習啦 慢慢練習 因為我一個禮拜四五節課嘛 我就練習四五次啊 你每個禮拜頭練習四五次 總會比較熟一點嘛 不是我比較厲害 只是因為我常常練習而已 那我們再往下走 那一般的話呢 我們比較常見的這個教學的類型 有分大概幾種 一個叫做全動式 那當然你使用的工具 我們主要就是 你可以用DV也可以用Webcam 可是我會蠻鼓勵老師用Webcam 雖然它畫質真的沒有比例好 這是一定的 那也不能做太多的所謂Room in run out 但是它的好處是 因為對老師來講 第一個 設備取得容易 對不對 第二個 它使用上也不會太難 使用上也不會太難 因為它有上手 那 一般我們主要有所謂的全動式 什麼叫全動式 就是全都錄 比如說我們現在教學現場 像我們剛剛這樣 我就全部都錄下來 就都錄下來 那 這樣是一種方法 這樣是最簡單的 那第二種方式呢 叫影像式的 什麼叫影像式的 影像式就是說 我們今天比如說 像我們在做簡報 你看我們在講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畫面會不會停在這裡一段時間 它不像我們看放影片 它一直改變一直改變 我們電腦操作的部分 通常會停一段時間 那這個時候呢 錄影比較大 還是拍照比較大 當然是錄影的檔案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把這個畫面錄下來之後 就好了 如果萬一滑索在移動 我就記錄它的軌跡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影像式的就相對來說 檔案比較小 檔案比較小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就是把智能混合起來 因為有些時候不得已 我們是不是會用這樣拖曳的 這個時候拖曳當然就不能用拍的啊 就要用錄影的 所以它就可以自動判斷 或你手動強迫它 我有這樣子動作的時候 某些動作比如畫圖 那這個時候要用錄影的 可是當我停下來 我們在講解的時候 它就用拍照 只做錄影的動作 這樣你了解吧 那麼 我們看一下 像我們今天也會請大家來嘗試一下的 就是這個 這個啦 這個就是我們做那個欄目去背的 這是我在教學現場 有沒有 我是錄桌面上的畫面 只是我的螢幕沒有放很大而已 這樣 有點幕後花絮的感覺吧 對不對 讓同學知道說 他們當初是怎麼拍的嘛 當初怎麼拍的 那 等到他知道了之後呢 你看我們來這裡 我們往下走 真正他們用手機上 或者是攝影機拍出來 是這個畫面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們就可以進到什麼 進到軟體裡面來 來真正把它做所謂的區背 好 加一個背景 然後呢 加上適當的 當然這個不是威力導演 這是我們 比較 就是做視訊特效的 FLA effect 不過呢 都是雷同的 好 我們就像這樣 有沒有就去背好了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要合成上去了 那 這個過程 最主要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我們把 整個他從 拍攝的 過程 拍的結果 到最後合成 結果 是不是都把它完成整合在一起 那這樣子 是不是效果 同學在看的時候 就比較有感覺一點 所以其實我平常上課 我都會像這樣 就是每一節課 我都有錄 那另外呢 像這個是 就是 那時候有邀請一個 我們 拍 智系這個導演 張博惠章導演 來 就是那個金美女中那個 有沒有 對呀 那 我也是用 Webcam 當然不可否認 Webcam 他的那個聲音的效果就比較差 聲音效果比較差 但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 我們呢 他講 一些內容的時候 有沒有 他在上面就播這些內容 可是這樣看是看不到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 我再把它找的那一段影片找出來 那我就把現場 跟這個字就合起來了 這個是要做一個後製啦 但是 至少 人家來演講 我們 表示對他的尊重嘛 對 可是你也可以透過什麼 Webcam的方式 就是兩個把它整合起來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也是一種方法 這個是 給老師參考一下的 那另外呢 像 下面這個就是 最近我比較常會在上面 上面不小心出現 這樣子 不過我必須講 大部分老師不太習慣 露眼 對不對 老師喜歡在電視上出現嗎 您可以自己決定啦 那最簡單的當然 我們就是錄螢幕上的畫面 可是如果 您願意的話 其實我會發現 當您有出現在這個畫面上的時候 其實看的會比較認真 所謂的認真 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有在現場 他可以感受到你的 什麼 表情跟動作的變化 我們單純錄影的時候 其實 那個張力相對是比較少 這樣您了解意思吧 這個是給您稍微參考一下的 所以您可以選擇有不同的 什麼錄影的方式 那我們呢 一般比較常見的 付費的這個軟體 就不講了 反正我們不要付費的嘛 那我們就免費的 免費主要是這幾個 這些其實 其實我用過很多 那目前來講 是 這兩個我覺得是 就 比較符合我的需要 那 原則上呢 這些都是非商業性使用免費 非商業性使用免費 所以您都是用在教育上 比較不會有所謂的 那個版權上的問題 那當然 他們各有一些 就是限制 有一些限制 那原則上這些都還好 對我們影片剪接啦 那些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麼講到這邊呢 老師有沒有想過 到底我們錄影下來 那檔案多大 多大老師是屬於可接受的範圍 DV我們不用講 DV錄下來 不要講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小魔馬好幾句 對不對 那你覺得 光帶回去就麻煩了 還要分享 那我們給老師看一下 來我們剛剛錄影的這邊 你看我們在這裡 剛剛錄的這個 有沒有發現 28Mb 40Mb 18Mb 這樣有沒有可接受 這樣有沒有可接受 到底錄多久 我們看最大的那個 39Mb 就大概40分鐘的 這個呢 我們按右鍵 內容 我看一下齁 這裡有 有那個錄影的時間 好 給您看一下 總共是 錄了9分30秒 40Mb 老師一節課 50分鐘 會不會 50分鐘都在講 不會啊 一定有給同學 所以一般來講 我大概 三個小時 下來 通常 不到300Mb 就解決了 這樣老師 保存資料有沒有 比較簡單一點 帶來帶去的簡單 那因為在搭配什麼 很多學校現在是不是有所謂的 Google代管信箱 林東中學 我知道有 所以我們的這個空間 請問是多大 對 搖頭是對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 叫無線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很多啊 對不對 這樣您可以看到 其實我現在 我所有的課程 資料都有放在上面 那我這邊給您稍微看一下齁 好 在這個連結裡面呢 我有連結一個 中正還有一個這個齁 平常我的課程是像這樣子 就會有一個協作平台 Google的協作平台 那我們上課的錄影片 還有上課的範例影片 這些我都已經通通放在什麼 放在雲端音碟上 它都可以直接瀏覽 直接瀏覽 那麼 我們上課錄影片 我也一樣 除了放在這邊以外 我有放在YouTube上 有沒有 哪一個班級的 上下學期 第幾節課 上什麼內容 有沒有都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他點進去 同學哪一個不了解 他就自己回家看了 因為這個上面都可以直接看著 這樣OK嗎 學校有數位學平台 但是我會再把這些資料 整理在雲端音碟上 因為這樣對同學來講 他更方便使用 更方便使用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在哪裡 因為現在學生變了 教學環境變了 大環境都改變了 老師 不能改變嗎 真的要改變 不然你會覺得上課 好像失去了一點熱情跟動力 對吧 所以我們希望從來 其實老師你可以參考看 錄影只是其中一種方法 只是其中一種方法 但是錄影它的好處在於說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方式 讓您可以 很辛苦的 比如說您樂圈也好 或者是做這個教學 這些東西可以保留下來 你以後可以重複使用 可以重複使用這樣子 這樣OK嗎 其實我現在連改作業我都要錄影 老師覺得不可思議 你怎麼知道 同學反應超好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很多同學 他都不好意思問你對不對 以前我是比較勤勞 我都這樣 這裡有問題 步驟一 我都把他畫面抓 因為我們都是做作品 影片的作品 那這個是步驟二 然後要做什麼 都要寫好 同學都覺得 老師很好 但是我不會做 所以現在都是 他交過來我就把它改好 那我就順便錄影 反正本來我就要做一次 對不對 那我就把它錄影起來 那他回去呢 他看幾遍都沒關係 對不對 這樣他要改 他也比較 我很明顯發現 同學改的意願提高 改的意願提高 所以其實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當然您不錄影 我們當然還會分享另外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 你可以用在教學現場 也是很不錯 這樣OK嗎 好齁 拜拜